花莲余香饭包响应爱心是不遗余力 继一月份捐赠花莲市慈爱基金一万两千元之后 再度向施工所发起了一百份爱心餐券的捐赠行动 由市长魏佳燕代表接受也回赠了感谢状 表扬民间业者的善心 也期盼有更多的弱势家庭和学童能够因此而得到温饱 余香饭包业者吕善福和吕洪瑜父子两人拜会了花莲市公所 吕洪瑜表示创业三年来感谢大家支持 让生意非常稳定 因此秉持着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精神 经常性的回馈社会 这一次也借由市公所管道 向家福中心发送了一百份的爱心餐券 希望能够为弱势族群提供帮助 今天就是来捐赠我们的爱心餐券 是什么样的爱心餐券 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就是帮助一些弱势的家庭 那希望就是请施工所在管道 然后帮我们捐赠给家福中心 就是坚持去做就是觉得对的事情 对因为毕竟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市长魏家宴感谢吕善福和吕洪瑜父子的爱心 更肯定了鱼箱便当回馈社会的善举 今天也要非常感谢我们在地最棒最好的一个鱼箱 我们的便当店 那他在这边捐赠了一百张的我们的便当券 然后也希望说我们转赠给家福中心 那在这边鱼箱便当已经好多次 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善举了 真的特别的感谢他 那也希望我们有很多的企业 都能够因此来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一些团体 那在这边特别要再一次的感谢我们鱼箱便当的老板 那谢谢你们的爱心 那希望受证的人都能很开心 然后便当也吃得非常的开心 威家院也表示未来花莲市的社福平台 会持续整合社会资源 号召更多企业行号及善心团体加入 带给有需要的民众最及时的帮助与关怀 就如会幻市报道